警方骑车到抽伤前逮人 嫌犯早被盯上 还搞不清楚状况 警方当场将糖压制 反手上扣逮捕 但嫌犯不愿配合 不断的挣扎 事情就发生在桃园一处超伤前 日前有民众报案 遭到诈骗集团一夜市广告 假投资真诈骗 已经投资200多万都要不回来 诈骗集团还继续诓骗他 再交出150万元当手续费 气得马上向警方报警 警方将计就计要被害人 假意配合约出取款车手 在一房间热门编号 hr4844268xd玩具超交给车手 没想到这车手看到 假超气得当场大骂 警方也趁机将人给逮捕 警方将持续过到推查 其他诈骗集团成员到案 炸骑车手聪明反被聪明误 以为能成功取款 反而落入了警方的假潮陷阱 被逮个正招 警方以炸骑罪将他移送法办 TVBA新闻廖钟庆桃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